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细小病毒主要侵害胃肠道 临床表现有食欲废剧 频繁呕吐 腹泻 粪便水样 带于腥测味稳 这造成梗骨体内离子的紊乱和酸碱四痕 所以细小最佳的治疗方式就是输液 配合打针治疗 调节 机体离子 同时需要用到生物制品 比如说干扰素 肝抗 免疫球大白 细小病毒主要感染的对象是幼灵犬 幼灵犬痊愈后 可能后期发育迟缓 体型小于同品种的其他梗骨 梗骨确诊细小后 从组不要随意放弃 积极治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